马肖阳和齐哥 从比赛没打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听到两边都有观众啊 相互的给自己喜欢的队伍呢加油补劲 这场球啊确实对鲁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场球 还有最后两轮鲁能呢现在排在是 和河北霸柔并列第四 但实际上他是排在第五 如果他想继身于前四名 必须在后边两轮比赛当中要全部取得胜利 还要看河北霸州最后两场球的结果 作为山东鲁能呢他现在是排名第一 山东鲁能呢山东卫桥呢 他现在是排名第一但现在他输了一场球 如果后边的最后两场球咱们说假如说他如果都输的话 最差也是第二 就是咱们假设啊就所有的假设都成绿的话 所以这一场球呢对山东鲁能来说是背水一战 所以说有的时候挨兵必胜 所以他肯定会或拼 上一场球呢山东鲁能是三比二 把上海队给拼掉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好看看今天这一场球我想会拼得很凶 对今天卫桥队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原来林高原平时打的这个位置呢一般是这个第二个单打 还有呢就是打一场打一场双打还有或者是打一场这个第五场单打 今天呢这个让林高原呢也是改变了一下打了一个 这是属于二单 对 原来林高原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打第三场的双打和第五场的单打比较多 当然也有打前面的时候 但是现在看呢把他放到前面呢也是具有了和方博进行抗衡的实力啊 他现在的个人个人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啊 林高原 当然我们说了每一场的这个排队不振呢也是根据对手的不同来来来这个制定的 对啊 今天当然上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比赛比分也是非常激烈啊 当然今天也是鲁能队也是排兵部阵排的也是比较巧妙 故意也是把马龙这分给避开了 也没有想得去硬拼马龙 方博这场球应该说在 我感觉啊目前看的话应该方博还是略战上风 方博略战上风 整个实力的厚度啊 看的话 这就是从这个打到今天这个这个状况啊 我觉得还打一点就是打一种欲望 打一种欲望 就是特别想要你比如说现在 鲁能鲁能他现在啊他现在就是形势很危险 必须要掐下这场球 对 呃 所以说但是难度呢是很大 一箱马龙这两这这两分呃 他很难撼动 那么就是在双打啊 还有其他的单打这方面玩了以后能够全力以赴 尤其是方博对林高远这一场球呃 显得呃格外的格外的重要啊 正好也是一个开头 现在比分林高远上来是7比5领先 嗯 感觉今天林高远进入比赛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快 嗯 投入度也虽然虽然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卫桥队啊 还是比较占据优势 但是就是排名上来讲啊 但是呢就是感觉林高远也是非常投入啊 这个比赛 嗯 因为今天呢是卫桥的主场 所以说呢 但是从我看从济南过来的很多的这个山东卢能的这个拉拉队啊 也很看不出哪是主场来了 反正都是在山东这地上 对啊 当然其实对于卫桥来讲也是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毕竟原来对于乒乓球来讲的话 这个鲁能当社的时候确实实力还是一直比较强 当然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开始这个卫桥队才开始启示了 到今年开始 嗯 打出如此好的成绩 嗯 确实是也是 也是接替了鲁能一个垄断的一个地理 对 因为今天也就是说一个 一个老的冠军 对 老牌冠军 嗯 对一个 呃咱们说这两年崛起的一个新冠军 对 嗯 要说鲁能的话那就是好好多次超级联赛的冠军了 对 原来马林在的时候那时候都提前五轮多快 是啊 那就不可想象的 对 对 10比6 让林高远拿了拿下了第一局的几点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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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局 呃 林高远11比6 呃 取得胜利 是 现在看还是 我觉得还是 第一局 嗯 方博进入状态还是慢一点 另外一个 嗯 我我感觉稍微有点保啊 稍微有点保守 因为这个球很重要 对 确实很紧张 怎么把压力变化为动力 是 林高远那边呢 猪生牛犊 是啊 本身他这个位置又比 又比方博低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他又没有包袱 对 输赢我 我我我反正是我基本上 我位球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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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就是二 对 不是冠军就是亚军 一般都是冠军嘛 嗯 我就我就我就 所以两个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说 对于方博来讲肯定这边压力非常大 但是呢 这也是考验年轻运动员的时候 嗯 所以说年轻运动员呢 就是需要靠这种 关键时刻这种顶住压力的这种球啊 才能 我觉得才能是增长的 对于方博来讲意义是更大更多的 但是我觉得方博啊 真的有进步啊 原来的时候啊 他不是很成熟 就我说三年以前的时候 他都不太成熟 就这几年 你看咱们就说 和河北霸州那场球 嗯 他和梁静坤打 我看了那场球 哇 真是 不能说死里逃生嘛 那真是 完了以后非常艰苦的 嗯 这个也算 反败为胜 一比二 嗯 一分一分的 嗯 嗯 包括 这个最近的一些一些比赛 方博确实逐渐走向成熟 嗯 好 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 好 嗯 好 啊 开 极要十一分的开局非常重要啊 啊 上一局呢就是方博的开局没开好啊 嗯 嗯 林高远的特点就是上手快速度快 他又是一个左手 所以说有的时候 现在就是 几乎到现在可能单打还没有输球呢 对 你看他就速度特别快 有的时候人啊 有时候往往有来不及 前三百上你看 现在看这个方伯不入啊 这个林高远啊主动 包括揭发球 包括发球啊 显得好像是好像是让他完全给控制住了 这球猜到了猜到了 这个方伯呢 正手非常棒 他的正手确实太好 太伸展了 反手呢 以前偏弱一点 最近呢 也有所加强 嗯 你看就是这种 这种快速的情况下 刚才一发 发一侧下选 方伯白转 然后林高远就是一个快匹长 这个这方伯就没有没有来得及 嗯 还是要先上手 还是要先上手 林高远 加油 加油 现在球迷是相互两边都是此起彼伏的加油 对 对 但有时候这样呢 会影响到场上运动员的一个自身的节奏 是是是是是是是 本来看 嗯 就从这球确实看到之前 季老所说的 林高远在相思中啊 基本上是 他就拼命加快速度 你看这球上手以后 反手再反手等于说 反手再死 这种再快拉 对 对 这完了以后就就方伯 就就就就就就感觉到挺被动 嗯 嗯 嗯 一边现在就是两分球 一直压着两分球 嗯 4比2 5比3 6比4 看看这 这一类的 嗯 发球怎么样 嗯 方伯还争取拧啦 嗯 哦 这球漂亮 嗯 这球漂亮 嗯 林高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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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的时候 这家有家说 有那个运动员 有的精力很难集中 对 嗯 哦 这球 这两个球全部这个方伯控短 哎 控短控的太好了 都是上升点 加转控短 加油 然后完了以后 接着正手全部上手 两个都是这样的球 嗯 好 下面看 嗯 是方伯发球 对 嗯 看看林高远的接发球 哇 嗯 林高远 方伯 方伯 方伯还要上手啊 对 他一摆转以后 只要是 你看他两个 只要是这个谁 林高远一上手 这个速度真快 真来不及 嗯 嗯 啊 好 不是运动员想延误比赛有的手 是观众加油加的 又是注意力集中不起来 嗯 哇 真球漂亮 嗯 方伯这个正手 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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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 让他要是连续拉起来啊 真的 那谁也没办法 嗯 必须得控制他的正手 去压他的反手 嗯 好 看看这两分 这林高远的发球 嗯 好 林高远 加油 刚才林高远就发了两个侧下旋 都是方伯控转 加转控转以后 然后林高远上去错 然后方伯上手 嗯 刚才这就先上手了 嗯 看看下这一分 哇 这球又 稍微有点运气 对对对有运气 这就方伯这揭发球 出台了 对对吧 你出台就坏了 你出台正好一露头 露头以后正好死航这劲儿 对 加哈拉的你讲话又有点运气 又又又擦网 哇 发球出台 对 发球出台 关键是个发球的 对 就是还是这个前三板的这个 发球啊 接发球的控制上 小球的控制 精细度还是 精细度还是 今天稍微有点 我感觉方伯有点紧啊 嗯有点紧 嗯有点紧 有点紧 世界武者齐举星成 群鹰主动各战举击 离不惠尤世界大同 超级功夫全能级世界杯 温婉之香 优雅之隔 惊艳之鱼 惊艳之鱼 一杯酒 品超容 黄河楼 超容 snatch 1948 好 第三句 第三局 棒棒是不是也会做出一些改变 对 肯定破釜沉舟 这个时候来讲 怎么想办法 奋力一搏了 但是今天你发现没有 就这林高原 我感觉也 这个状态很事了得 这非常幸运 我看这场球里边 这场球最幸运 来讲他每个球都在喊 今天我觉得 这个状态非常兴奋 对 但是看着方博呢 你发现没有 就这几场他都是硬仗 包括上一场 包括和上海 包括在前面喝霸粥 这几场打完了以后 你看方博 脸上 你看他的脸上 带着那种 就咱们说疲倦的那种感觉 就你看 稍微有一点就是不舒展 就是感觉很利益的感觉 确实这几场球很刺激 确实也连续性太强了 而且他打这个位置 他打这个位置 一会儿阻力 他就是靠他 他是顶量住嘛 对 所以这压力啊 包括他这种体力 精力啊 都是相当大的 而且林高远确实发挥的好 今天也确实发挥的好 就是拼命发动速度 拼命双手 几乎咱们到现在 从刚开始到现在 你看啊 他光博几乎没领先过 几乎没领先过 而且林高远打的球 非常合理啊现在 非常合理吗 你看他这个 不管是进攻还是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 全部发力 就是手特别硬了 四边的时候 这时候呢 山东鲁能队也是主动 叫了一个暂停 郭克力教练叫了一个暂停 对 他想给他缓一缓啊 看看是吧 有没有什么办法 对 去去去去 去挽回这种局面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今天总感觉啊 光博的这个 整个这个人啊 感觉在上面很沉 对 他不轻 不轻盈 老实感觉 我觉得与前几场那种恶战 对他的这种消耗啊 是是是连续嘛 这连续这几场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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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疲劳 太疲劳了 林郑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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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郑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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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啦啦队 可真是很 两边的啦啦队 对 好 看看这一轮 放波发球 还得靠正手啊 拼命的他 发挥他正手的 那你有 你靠正手 你得有腿 你腿跑慢了 你看他今天啊 对啊 他今天老来不及 他正手是很好 可是你架不起 炮架子的 那球太快了 就是就是就是 拼命加快速度 嗯 嗯 嗯 这一分是关键 这一分要是 打到2比6的话 几乎就没什么戏了 嗯 林郑远 加油 加油 谢谢 现在就是死咬住啊 对啊 咬住呢 哦 关键时候才有机会 嗯 毕竟现在一时术落后嘛 对 林郑远 这这这两个球啊 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软啊 有一点点分神 啊 你看这两个分球 都是特别是 刚才这一分球 领先了以后 就容易犯这个 小错误 哦 看看下一分 哦 这 这一分太关键了 如果达到5比5的话 方伯还有可能翻盘 现在这个4比6老鸭 这两三分以后 就喘不动气 嗯 插网 插网 哦 这 这 这球 这球是打到 打到手上过来的 我感觉 他们都好像打板边打手上 这 这球你看 对 应该刚才没看清楚 这个 这个 这个球打得 打得有点有点有点很奇怪的 嗯 刚才那个球 方伯都感觉比较赢了 这个球 我感觉是刚才打 方伯是应该是打到板边上了 对 但是 不 就这 你看你看今天这个球啊 这个球就明显的老 老是让方伯来不及 他一出手就质量很高 你看这个球啊 但是他这拧了不是 他不加 就直接就是带着小爆 爆拉的那种感觉 老是拔不开手 嗯 拔不 拔不起手 确实林老远这个速度 速度快 速度快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我说还是方伯今天状态 对 状态 今天今天疲劳 我感觉疲劳 老是跟不上 反应上 嗯 好 那边 所以煉裳 临角也被叫,被叫暂停了 加油 加油 也是林高远远自己主动叫了一个暂停 哎 现在越打越聪明了 不过这时候确实不能晕 因为啊 看似四分 看似三分比较大优势 但是一有两个球 思路不清晰啊 就是被追上来就很被动 利润 林高远远远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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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